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吓人 长沙呢 几点了 你刚刚进阅班过那吗 我咋知道了 你肯定也刚来 不是 你这咱们这干嘛去 知道吧 咱们这不是开理想万 就北京开到上海了 而且大漂亮一挑就在这 用用 大家一块去上海的团队们 上小哥 这C200就是他们 杰总 哈喽 客家的 上来就先看美女 小泽 也是这次直播的女嘉宾 郭正阳 老子一个指教 对 没错 这都是我 小咸 这 媳妇跟即将的媳妇 媳妇们 硬格 我们行走的知识户 还有个神秘人物到这边来 所以我不是最后一个 赶紧准备吧 好的 理想万马上就要出发了 因为这车现在还不是量感车 所以在一些软件跟一些配置 跟车内的材质方面 没有最终的定稿 所以我们就拿总功率数来计算 现在出发前是11650公里 跑完了看看最终的里程座 大概算一下就知道了 好 准备出发 大家好 我们是老司机的小妹和胡正阳 大家好 我是胡正阳 我们现在正开着理想万的工程实验车 从北京出发去上海的路上 我发现最关心的问题是屏幕反不反光 我目前从我这个角度看是不反光的 但你从手机里拍出来肯定会反光 对 所以看看天窗开了什么样子 这直播还没有短短还没有下钟 来 我问你啊 这是孟老师给我们准备的小纸条 然后上面是一些问题 请问胡正阳你刚来老司机的时候 是个特别正经的主持人 是谁让你改变的 还是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我吃的太多 受刺激了 太多 我们现在车里坐了一位是翟总 另外一位就是硬哥 大家所有这些关于车辆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问我 咱这就准备开了吧 翟总 可以啊 龙哥你说出发咱就走 我说不好使你知道吗 我是这里说的最不算数的 后面的姑娘真漂亮 对 这是我们的小泽 没有玛利亚 我要瞎说你们 我们这次呢就是开这个理想万 从北京一路开到上海 看看这个车载 行驶中表现到底怎么样 因为之前静态我们已经体验过很多次 我们现在的这个能耗是这样 平均的油耗是9升 纯电状态下驱动 我们的电耗是19千瓦时每百公里 截止到我们目前已经有超过300多万 将近400万公里的路市 目的除了说是来验证我们车辆的这个匹配性 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套系统 是怎么来去做的 而且我们在路上投入的验证车 也远比一般的车 车企会多 我们就像理想说的 我们只有一次出发机 但是我们要去做的更好 甚至比别人更好 有来小泽聊聊你坐驾拍有什么感觉 首先他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 我坐起来整个人的背部支撑腰部支撑 还有座椅是很转的让我觉得 就坐起来很舒服 你可以试试他这个条件 我随时要准备睡觉了 是触控的 好啦 现在就已经到了服务区 然后也到了一个中午咱家 做一个短暂的休整 短暂的休整 怎么着孟老师想开会儿了 对我不想做这样吧 看你安耐不住的一劲儿 给你过来我们聊了 这里边不都是瓶吗 对啊 我看过这个车的那个新闻 是吗 我说四块瓶 我们上来了给小朋友打个招呼 怎么样 哈喽 你觉得离车怎么样 我科技好 不错 我觉得你将来可以当车评人 先说电池优先 电池优先就是先跑电 然后跑到电剩30%的时候 就介入增程 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是增程优先的话 先跑30%的电 然后就能增程器 对 然后现在轮到我们之所在驾驶 其实一直就是增程 第一排第二排座椅放倒 然后是什么角度 我躺躺看 硬哥在我后面 没事 百公里加速如何 现在有成绩吗 5秒5 6秒5 我发现大家原来从汽油车上 找不到的那种百公里加速感 现在有了电车增速车之后 都开始找 找回来这种一定要有这种心理优势 我得比别人快 能量回收有何影响 这台车目前它能量回收还在调 一秒排上右边能量的这个控制 就是加速控制 它让217千瓦 对 然后左边呢 能量回收它这边显示68千瓦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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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下坡情况回电速度 是不是会涨会很快 会 是的 动能回收 特别好 哇 这位同学说我这里是青藏高原 随便下坡就实际20公里 应该很美好 你的地方好棒啊 青藏高原主带 有个特别好奇的问题 能量回收的时候刹车灯亮不亮 亮亮亮一定是亮 就看那个 看速度吧 有个减速的计值 对 如果纯电优先还剩50% 切到增程优先 这个时候电会补掉70%吗 好问题 哇这个问题好有机数 好问题 好问题 会吗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有深度了 说明他理解了 高级高级 我理解了这台车最打动人的 肯定还是说 大家想体验新能源 想省油 但是又不想买纯电动车 因为纯电动车大家会有焦虑吗 然后电动车又有这么多负面的声音 电动低压什么的 大家会觉得会担心 那最折衷的办法就是买一台 这种可以充电的增程式电动车 就同时享受了新能源 然后新技术 然后另外还可以省油 就非常综合 这是我觉得最吸引人的点吧 给他们放手锅巴 大家一直要听 那就加这个驴管 那来吧 不是左右伸道的感觉非常明显 看表 现在已经是6点58了 里早上得出发12个小时 觉得挺累的 我们现在在林仪的休息区 从联络大厦开到这大概是640分钟 看里程吧 你看小鞋 他都远了 怎么了这是 这怎么了这是 辛苦 那个 要干嘛你们 我看看里程 我们现在是2292 就2292公里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1650公里 所以全部下来开了 到现在是642公里 嗯 642公里 刚才在停下来之前 还剩下79公里的电 嗯 没跑 所以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 快去吃饭吧 走了 快去吧 你让他充会儿电 对充会儿电 反正现在 我看这冲的挺快的 估计咱吃完了 差不多就能接着走了 哎呦 该你了 对 你是开还是坐呀 开呀 我天哪 我这等了一天了 就想开呀 快想开 那一下 那一下 莫老师 我们之后还有 来来来来 好 现在接好了啊 去跑一下 那这车也没有一键启动 踩刹车挂挡就可以走了 是不是 你没有声音 我能说这是我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玩这个车 我刚才听 刚才你们玩我都没有排上了 现在已经满油满电了对吧 对 可以可以 这谁上来都得 感觉它不是像纯电车那种 特别的简单粗暴那种加速 还是有一点优的感觉 但是那个优的劲儿 特别短暂 一下就给拽下来 对 不太一样 我觉得工程师也是专门调了 因为就是像电动车的话 它实际上它低速扭矩 应该能做得特别好 应该是你一脚电门下去 它帮着启动 对 大家说要看小钱 我这会儿下钟了 其实谢谢跑车 谢谢跑车 谢谢跑车 你说说这车 你最喜欢那边 就是屏幕 跟你印象里的车不一样 但是你习惯以后 会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 有那种 就是科技里的那种奢法的感觉 视野里边都是屏幕 就跟老鼠钓米缸一样 现在可喜欢了更点这些东西 每个都想摸摸坑 你正前方的一个屏幕 甩屏的这感觉特别好 薛老师 你可以在这个屏幕上 左滑右滑 控制这个 前面风量 然后上下滑是可以控制这个温度 这都是萌操特别方便的 装服人好好说 看上去只有这么一层 对不对 其实可以打开 你还有一层 我去 你们感受一下这里边 这里边基本上 有可能把你浮夸的眼睛稍微少一块 不是 我说真的 这真挺大的 天哪我要带猫出来玩什么的 我能把猫放这里了 增城西现在介入了吗 没感觉就是 谁感觉不到的 你放心吧 你感受到了吗 其实现在增城西已经启动了 啊 动力变足了 哦 对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看那个增城的那个表 您走这吧 哪的 那个下滑第二个 第二行数字2.2的那个 哦 什么事我看一下 哇 你可以干什么 两期行事吗 哥哥们你要干什么 你们究竟要闹哪样 买理想梦给你们配两个奖 然后你们自己去花车好不好 可以起飞吗 我给你个坡你可以起飞 你看你飞车人生最后了吗 是看动画片的话 我们都来了吗 天中后三把机械锁 停下来看尾灯 大哥们 我在高速公路上 你要停下来看尾灯 好了 我觉得咱们啊 这个问题都说的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已经说了一天了 从早上起来8点开播到现在已经10 刚才有围的多棒了 多少小时来 16个小时 然后明天咱们继续 明天早上点9点 从延城这个地出发 开到上海的上海车站展馆现场 接下来我们的结束曲 就是 哈哈 知道这首歌的都暴露年龄了 我该放炮了 哈哈哈 脚子快冲好了 哈哈哈 哈喽 到车展后还继续直播 应该到车展的现场 就是每年最先有感觉的 都是展馆外面这些广告 今天晚上我就飞成都 然后明天拍摄好吃的旅行 真好 成都 好 下下下 终于到了 这就是 深海车展的现场了 然后我们这次真的是把 理想万 彻底的从北京开到现场 而且我们还 到了展馆的里面 这里边据说 还有彩蛋等着我们 哦 这个是个惊喜啊 我的天哪 彩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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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个呀 彩蛋彩蛋 这就是今天的彩蛋 彩蛋彩蛋 我给你切回 切回所有的颜色 我们在理想的展台 看到了理想本人 这个是好的 哇塞 不要喜欢那种青灰色车身 然后大一点轮圈 哎呀 什么颜色好呢 银色啊 还是灰色 还是灰色好 蓝的其实也不赖 要不babyblue试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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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